Hello 大家好 我是水哥 然后今天这个王者龙要体验服更新了一个新英雄 也不算新英雄就是上线了 重做的露娜 这看过去造型是确实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边打了一把克隆 然后十个露娜 十个露娜对打 但是十个露娜对打的时候发现一些bug 就是他们的技能颜色都一样 然后标记的颜色也都一样我们一看啊 两个技能一起放都不知道谁是放的那个那个啊 二技能特别是二技能 试换的时候然后特别是能多的时候 试换出来更是不知道谁是谁的技能 然后头上标记也是一样的颜色 这个就是 好像每次新英雄出来都是一样的双方颜色都是一样的 然后搞的都不知道谁是谁的 然后要到后续 然后再调整过来 也不会一口气出来就直接改一下 特别是这边啊 这边三四个四五个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谁知道谁是谁的技能完全分不出来 是敌方的还是我方的是吧 如果是有的时候残血如果是看到这个以为是我方的那一下子就死了 这边还打了另外一把克隆 用李白 这边 队友有一两个人选到李 没选吧 或者是选到李白 最后 居然是李白打对方的那个 露娜啊 其实这把其实我们这边也想用露娜 但是刚才打了一局露娜玩的不是很溜 但是 用李白的话是吧打这个露娜 其实露娜 他说改版好像其实技能也没有改变多少 还是那种可以无限连也是刷新之后 技能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好像操作起来还能更麻烦一些 因为他的二技能 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吸人了是吧 他是让人减速 这个还是需要慢慢适应吧 毕竟他 玩露娜的时候都喜欢吸人那种效果是吧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最后我们来新闪眼这个3D视角下的露娜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一个视频 关注我一个视频 我们就别说 因为我会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